鸦片战争后为了转嫁巨额赔款的负担 清政府加重了对人民的压榨 阶级矛盾空前激化 各地农村骚动和群众起义不断发生 1851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 洪秀全出生在广东花县一个农民家庭 幼年曾入私塾读书 聪明勤奋 后因家庭终止学业 一面教书一面继续研读中国古代典籍 洪秀全早年十分热衷于客举公民 参加过四次客举考试东宁落孙山 在广州时 洪秀全无意间得到了一本基督教的布道小册子 却是良言他对布道书中所描述的 人人平等善良的大同世界十分神往 从此开始信奉上帝 并与冯明山一起来到广西宣传拜上帝思想 经过三年多的努力 他们在广西紫荆山地区发展了信徒两千多人 正式建立拜上帝会组织 拜上帝会势力迅速壮大起来 后来成为太平军领袖古干的伟长会 时达开 杨秀清 小巢贵也都相继加入了拜上帝会 1850年12月和1851年1月初 拜上帝会重在四望村和采尊江两次击败清军 揭开了今天起义的序幕 1851年1月11日 洪秀全在金田村宣布起义 建号太平天国 国篮壮阔的太平天国运动正式爆发 洪秀全颁布天命赵志书作为太平军的军令 会议是冬季 3月 洪秀全称天王 9月 太平军攻克了出战以来的第一座周城永安 太平军再次进行建制 颁布了封王赵令 封杨秀卿为东王 萧朝贵为西王 冯云山为南王 维昌辉为北王 十大开为一王 同时规定诸王接受东王戒指 迁王领导于上 正式确立太平天国的领导核心 史称水安建制 1852年4月 太平军离开广西进入湖南 明确提出了推翻清王朝的战斗号召 树道热烈响应 1853年3月 太平军攻克南京 将其改为天津 正式定读 建立起与清王朝对峙的农民政权 并承胜东晋 攻克镇江 扬州等地 建立起统一防御体系 结束了起义以来流动作战的局面 太平天国的胜利进军和定读天津 严重震撼了清的统治 清政府在南京附近建立了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 防堵太平军东向和北上 太平军于是采取了北线和西征的决策 北伐军由于孤军深入 原是不济而遭到挫折 西征军先遇小挫 后在十大开指挥下大败曾国藩乡军 太平军又大破天津附近的江南 江北大营 军事上达到了全盛时期 然而在这时却发生了自相残杀的天津士兵 1853年9月 杨秀卿被杀 4年5月 石大开被迫出走 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勾结起来 共同镇压太平军 为了克服危机 洪秀全提拔了陈玉成 李秀成等青年将领 革命一度出现了重新振兴的局面 但由于比我力量悬殊 1861年9月 安庆失守 天津够急 1864年6月 洪秀全病逝 7月 天津陷落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 太平大国运动 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革命 历时14年 势力扩展到17个手 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 他们与外国侵略者进行坚决的斗争 鼓舞了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勇气